我跟大家指的那个例子就是让我真的印象很深刻 我也总是因为这件事情在反思我自己 我是否在某个时候也在不小心的伤害到了谁 是不是我也把我当时的一种快乐建立在了他的痛苦之上 我还请同学想一想 你是否也在某个时刻当过短衣包 还是还是其实我当时没有并没有这个意识 我好像当了但是今天在老师讲了侯一几之后 当我去分析了短衣帮之帮人之后 我发现好像我当时所做的事情有那么一点点那个意思 有吗 你要说一下吗 太肮脏了是谁肮脏你肮脏啊 你来说吧我还蛮想听的 是一种对自己的自省是很不容易的 我想听听看 太多太多了随便举个例子吧 我不透露正经理 我们班有个同学 我们才不是 嘲笑他 他每天还乐着 跟他一起唱 但是往往我们 以后有悔恨 我觉得如果你现在说这个话大家不应该是笑着的 你先请坐吧 我印象很深刻 那天我来我来教训上课的时候那位同学正在骂人 他很不开心 他很生气 我站在我站在教室的门口 我想想这位想给他一点时间去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 然后我再来处理这个问题 可是这位同学他的情绪发泄并没有停下来 反而是让我觉得越来越严重 他好像真的很生气 在他的发泄当中我听到的是那些同学在取笑他 而我已经制止了他们 我很明确的表达了我的不开心 但是这些同学他们并没有停下来 他们还在嘲笑我 他们还在笑我 他们还在说我 你现在想一下 或者当时的那些同学 你现在想一下 在我学了这篇课文之后 当时的我是不是短一帮 现在的我意识到自己是短一帮了吗 我是选择以重新认识短一帮的身份来反思我自己 还是我打算继续沉沦下去 我觉得这是部分同学应该去思考一下的问题 当我们今天在批评短一帮的时候 当我们在说到他的冷漠 说到他们的麻木 说到他们以他人的痛苦为快乐的时候 你是否也做过这种人呢 当我有意识的时候 我是不是应该反省一下我自己 会变成 为什么一定会变成空一级呢 身份 大家可能想告诉我 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无奈 是不是 是不进则退 或者是就可能是有一种被迫的身份在里面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面对很多事情的无可奈何 就可能我不是当这个就是当那个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希望各位不要只是去当一个看客 就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去挺身而出 没有办法去保护别人 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每个人的挺身而出是需要勇气的 但是起码 我希望各位不要去当短一帮 你不要去伤害别人 那么我如何避免当一个孔一级 我想是我之后大家所需要必修的一个课题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希望各位一定要记住 不要去伤害别人 不要以取笑别人为乐 当然可就是我刚刚说到我的那个例子 就是我一定是无心的 或者说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 我这样做好像不是很好 我只是觉得我在跟他玩乐而已 可是在今天我希望学了这篇课文之后 在我讲了这件事情之后 大家能够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好吗 好 那位同学到底是谁 我觉得我不需要点名了 那位同学是谁 我不需要点名 那些同学是谁 我觉得我也不需要点名 我相信初三的同学 大家有这个能力 去产生一些新的认识的 对吧 好 那么我们这个话题呢 就暂时告一个段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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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